德爷最近真是膨胀了 居然把爪牙伸向了我国华夏秘境 为了挫挫他的锐起 前空将特种兵吴星磊接下了他的战书 荒野大师碰撞沙漠特种兵 结果究竟会露死谁手呢 小斌撕心还是希望星磊能赢 他们来到了甘肃省的阿克拉沙漠 挑战从这里开始 穿越沙漠后 率先到达100公里外的冰川者获胜 这次他们有两个工具可以选择 一个是水壶 一个是小刀 作为动道主 吴星磊让对方先选 德爷直接选择了水壶 毕竟在沙漠里水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一声令下 两人一同被奔 到了山下之后开始分道扬镳 德爷直奔黑山而去 他要先找到水源 灌满自己的水壶 但正午的阳光晒得他头顶直冒游 于是决定深入峡谷 顺着阴影前进 而星磊则跑向了地势相对平坦的河谷 这是离终点最近的路线 而且走起来更省力 他不禁同情起了德爷 因为黑山的攀爬难度太大 可能水没找到 人就先凉了 但是德爷做事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这条路上要找到食物相对容易一些 这小家伙今天出门肯定没看皇历 刚想回家通风报信 就被德爷逮个正着 一把丢进嘴里 嘎嘣脆 鸡肉尾 越嚼越上头 德爷忍不住又抓来了他的七大姑八大姨 整个家族都寄了五脏庙 星磊这边则找到了一朵蘑菇 这可是制作防晒霜的绝好材料 他配过身 打开了神秘的水龙头 酝酿依旧的液体和蘑菇包子混合到一起 一款传男不传女的秘质防晒霜就做好了 涂完香气扑皮的防晒霜 星磊向着前面的大山发起了冲锋 亚丹地貌土质松散 不容易攀爬 思索了片刻 星磊决定从裂缝中爬上去 凭借多年的沙漠作战经验 一番折腾之后 有惊无险到达了山顶 上来后的他发现了一串脚印 他怀疑德爷应该就在附近 于是将杀金披在身上伪装了一下 悄悄地溜了过去 果然发现德爷在下面鬼鬼祟祟地捣鼓着什么 德爷神神秘密地摆弄着手里的水壶 一会儿抬头看看天 一会儿低头瞅瞅壶 原来他在用湖底的镜面收集热量生火 也不知道这小机灵鬼的方法能不能有用 此时另一边的无心蕾 终于找到了吃的 一窝蚂蚁 这在沙漠中可是难得的蛋白质 一口一个嘎碰脆 就是舌头啊有点麻 至于味道嘛 不如老家的好吃 因为他小时候吃过一窝 直接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忙活了几个小时的德爷已经生活成功 兴奋地发出了给给给的怪笑 他打算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整了 而星蕾还在马不停蹄地赶路 直到凌晨三点才停下来恢复体力 第二天一大早 星蕾就出发了 赶在太阳升起前多赶一波路 但由于过度的消耗 他出现了脱水症状 此时面前是看不到头的荒漠 根本没有半滴水的影子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 他发现了动物活动的踪迹 只见他在洞口点燃一堆干草 然后把浓烟灌进里面 没一会儿就有一个身影窜了出来 我都没看清是个啥 星蕾已经冲上去一顿胖揍 原来只是一只杰瑞 这味道真是鱷了 但为了补充体力 只能含泪吞下 德叶这边也深受脱水的折磨 但他比星蕾幸运的多 竟然找到了一片绿洲 他趴在地上大口大口扭引着 此时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另一边的星蕾还在寻找水源的路上 靠着一只老鼠 他穿越了沙漠 来到了戈壁 发现了一块较为潮湿的土壤 星蕾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疯狂地往下挖 随着土壤的颜色越来越深 最后真的挖出了水 只是混着泥沙十分的肮脏 星蕾拿出了沙巾当作滤网 不管三七二十八了 直接开喝 喝了水的星蕾恢复了一些体力 继续往前走 他又发现了一种衍生草 这东西虽然含有矿物质 但味道却很咸 星蕾只是小长几口 就剧烈地呕吐起来 这波操作有点得不成师啊 德叶休闲地烤着土壤 准备着晚餐 而星蕾只能对着发臭的骆驼尸体发呆 挑战进行到第三天 进度条显示 德叶已经落后了许多 再这样滑水下去 可是会输的 但他认为储备粮食比赶路重要 这种叫做香脯的植物 富含淀粉 只要把它碾碎 放进水壶里不停地摇晃 与水混合 等晒干后就能得到一大块面饼 可能是怕德叶吃不饱 一只野兔主动现身加餐 看着肥瘦的兔子 德叶两眼冒绿光 马上开始动手做投食器 首先往手心里来点润滑剂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搓干草 一根麻绳就这么编出来了 接着捡来一块石头绑在麻绳上 对焦了好一会儿 然后猛的一甩 给兔子来了个闪电一击 好家伙 这准头真是神了 如果不出意外 我估计兔子最后的想法是 你是不是作弊了 三天没吃肉了 德叶早已饥饿难耐 他猴急地将兔子放在火上烤 灵机一动 又取出一些肉包在面饼里 一个香喷喷的兔肉馅饼就做好了 咬上一口那是鲜嫩多汁 肉香四溢 这波操作都给我看饿了 而星雷这边也迎来了转机 经过了长时间的跋涉 他终于来到了一条小溪边 即可已久地他跪在地上疯狂吸入 喝过水之后的星雷雪条再次满壳 算了算里程 是时候发起最后的冲刺了 德叶这边经过饱餐更是势如破竹 他马力全开奔跑了起来 地图上 两人不断朝终点靠近 突然 星雷的情况变得不太妙 高原反应让他开始喘不过气来 虽然意志力很坚定 但身体的动作却慢了下来 最后连滚带爬的 星雷终于到达了终点站 他紧紧地扒住主持 询问自己是不是赢了 结果话音刚落 德叶就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德叶早在两个小时前就到了 看来战胜德叶这个任务 只能交给下一位挑战者了 先看来战胜特